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知道神 还是能够深厚的经历上帝呢? 我们对神的认识如何从头脑的知道 到生活实际深刻的经历神呢? 今天我们起思想诗篇31篇 这一篇是大卫的诗篇 大卫在诗歌当中提到了神是谁 神是我坚固的磐石 你是我的岩石来保护我 也在我的困难中成为我的保障 好像这个图片 在大雪的日子,一个屋子成为我们的保护 上帝更成为我们的亮光 在我们的黑暗当中 神发光光照我们 用你的脸光照仆人 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并且神为我们预备的恩惠 十九节敬畏你 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神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 是的,这是大卫所经历到上帝的丰富 而为什么大卫有这么深厚的经历呢? 这篇视频我们看到大卫遭遇什么? 大卫不断遭遇被人攻击 被人批评 被人批评 被人藐视 被人误会 哇哦,甚至很多的人 处心积虑要来逼迫他 并且大卫也经历身体很多的疾病 他的眼睛忧愁而干 哭干 他的身心不得安疏骨头也哭干 他也经历很多的疾病 但就在这些被攻击遭受疾病当中 大卫选择什么呢? 大卫选择我仍然要依靠神 我仍然把我的灵魂 把我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 求神拯救 因为我要不住地呼求神 我们就会经历神 并且经文也提到 大卫就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提醒大家要起来爱神 因为耶华会保护我们 何等的奇妙 在这么大的危难当中 大卫坚持祷告呼求 坚持爱神 就经历到神不断地对他说话 他不断地认识神的奇妙 就越来越对神有信心哦 这一章的要解提到了 耶华的圣民啊 你们都要爱他 耶华保护诚实人 足足报应 行事骄傲的人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愿每一个困难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使我们更深厚的呼求神 投靠神 仰望神 祭祢神奇妙的恩惠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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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